早安 早安 我們吃完早餐就開始講課 所以 因為我們剛從日本回來 所以 大家認為談一談先 第一個小時談一談 因為日本的 我們做的事情還有什麼感想 第二個小時在 進入這個美國基本精神部分 當然我們去日本 也是發揮我們基本精神 因為基本上我們是要 跟那個第七艦隊的那些官員碰面 這是我們主要的目的 所以這個 從頭說起 因為我跟那個林志生民宿長 這個論述我們跑了很多年 現在差不多 三年半以前 三年半以前有一次我們去 南京東路好像去 一家旅館 那邊有一群 那個日本人 也是 研究什麼國際關係 國際法律的什麼 我們跟他們開個小會 那個民宿長也跟他們 介紹一下 我們的論述 然後 有的 有的 有的比較會講英文 那我也跟他們溝通 我們論述 其中一個 有這位先生 我名字寫在黑板上 中文是 中文是 石戶古聖吉 所以這個 新吉先生 這個日本先生 他是留英的 所以我跟他談談這個情形 他以前 也是做外交官的 在日本做外交官的 或是 或是 他是跟外交權很接近 他 他好像也做一些 這個外國國家 跟日本之間的什麼 高級顧問這樣 所以我們跟他談談這個事情 那現在三年半過去了 這一次我們去日本 那主要他是在帶我們 去拜訪 這個政要 拜訪各方面 因為就是 他以前 這個外交權 還有軍方 他很多的 認識 他認識這些人 很多 所以 曾經 我們也試過好幾個管道 我們怎麼樣認識 日本的一些官方 或是軍方什麼的 但是都 沒有很好的成果 那日本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按照一些關係 什麼的 來 打聽 或是 介紹什麼 所以 經過他的 介紹 然後 我們這次認識幾個 國會議員 還有認識 日本很多那個市議員 就 每一個黨 因為現在那個 市議會主要有三個黨 所以我們這些都認識 那 另一方面 這個時候 我們月底 要去 什麼 神社 要去 一百 接近一百五十位 要 要去 拜這個 經過神社 我們 先 先 事先先溝通 所以 基本上 我們 拜訪這個 國會議員 還有拜訪那個 市議員 是他們要協助這個 這個整個 十二月底的行程 所以我希望可以 又很隆重 但是又可以達到效果 把我們的論述做適當的宣傳 所以這些 這些人會 在這段時間會繼續 為我們溝通 跟其他的官員溝通 所以到時候可能來的人 不止這幾個 可能會更多 我們也去 那個神社 也跟 那個主辦的人 也 進一步溝通 我們 來的目的 我們多少人 還有 有一些表格要填 什麼的 我們都把這些 手續都處理好 那 最主要 我們 這次去 當然我們也是 因為我們主席是住在 大阪 所以我們 我們先去大阪去看他 然後那邊 他們有 他們 附近的大樓 的什麼 酒樓 他們有租一個會所 他們可以開會來討論嘛 所以 其實我們那個主席 那個 這個 Sony先生 他是 去日本已經40年吧 他早期去日本 也是認識 所有 這個 台獨大佬 所謂台獨大佬 這樣 所以聽說 這兩天 他也必須 回來 因為那個 黃先生過世嘛 黃照堂過世 黃照堂過世 那 這個Sony先生 我們的主席 住在大阪 他太太 他太太那家人有 就是他們 那家一共有三個女兒嘛 那三個女兒 分別 就是 他們這三個女兒 都是 好像 嫁給這個 台獨人士嘛 除了我們主席 現在比較離開 台獨以外 所以 什麼 黃照堂 什麼 乾隆之 什麼這些都變成 他們都是親戚嘛 我們主席也說了 他也常常 試著跟這些人溝通 我們的論述 但是他們 他們 聽不進去 因為他們唱 他們的台獨歌 已經唱了 很多年了 所以他的 歌喉 已經固定了 他們別的歌 不會唱 所以我們也不好意思 我們也不好意思 問他們說 你唱這首歌 這麼久 你有什麼成果 因為在我們看起來 沒有成果 但是 Anyway 他 在那裡是 做這個事情 然後他跟 當地的 日本的 特別是 大阪那一帶 或什麼 他 他也 跟他們那個 那個台橋在溝通 這些觀念 什麼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一次 希望在 12月底去日本 因為我們 我們後來考慮說 如果我們 12月底 在台灣 舉辦什麼大的活動 那很可能也是 新聞都封鎖嘛 所以不會有什麼很好的消息 那 至少 如果我們在 日本去辦 那 那 日本當地可以有一些報導 然後 日本的台橋 也會知道 所以對於宣傳我們 回來台灣 可以 台灣 度假嘛 然後參加那個 100年 國慶嘛 所以他們好像有80個 國會議員而已 全程有 各位的那個 稅金負擔 你們的稅金 負擔這個 中華民國的這個 100年的那個 國慶啊 然後這個 日本人有吃有喝 還有其他的 還有紀念品 還有什麼 一大堆 我們就跟他們講說 其實啊 所以我們到日本 這一次發覺 其實 就是 我們現在才 你現在認識這些人 你才有辦法 跟他們進一步溝通嘛 要不然 他不會理你對不對 日本人 是這個樣子 你要先有 介紹的 他才願意聽你講話 或是看你的資料 所以 我們要先跟他們 開始 發覺說 他們對台灣的 正確的歷史 他也不懂 就是 很模糊 第二次世界大戰 以後 日本放棄台灣 那怎麼會變成 蔣介石 他們也搞不清楚 但是好像 是這樣子 所以 是不是就 就是這樣 我們跟他們講 你要了解 台灣的這個歷史 你才知道 國民黨給你這個邀請 你最好不要去耶 對不對 因為那是維持一種假政權 這樣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工作 讓我們十二月去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跟他們進一步談 所以 我們碰到 我們是禮拜 禮拜三晚上 對 十一月三十 禮拜三晚上 我們去 參加那個 日本自衛隊 跟 美國 軍方 在日本的軍方 那個 他有一個 一個大的聯誼會 他有一個聯誼會 不過 只有日本軍方 跟美國軍方可以去啊 其他的人 就是 還好 我們這個 Sinkichi先生 他有軍方的關係 外交的關係 他才能 給我們安排到這個 邀請函 他也認識 日本自衛隊的一些 退休的人 他還是參加那個會 所以經過這個這種關係 他才有幫我們 幫我們拿到那個邀請的 我們才可以去 所以我們在會場 才可以開始 跟這些人接觸啊 那當然 他們也不懂 台灣這個歷史 所以我們才要開始 接下來 要開始 溝通 那我們碰過一些是做 我碰過 一些人是 比較好是比較 做那個 什麼 日本軍方 那個聯絡處 他是美國人 他是 美軍在日本的那個 軍方聯絡處 所以 跟他談的比較多 那他說 那這個議題應該 應該要展開這種 教育的 對不對 先跟大家溝通 所以 我們就有這個管道 他要聯絡 美國大使館那邊 也有 軍方聯絡人員 他要先經過他們 這些人比較跟外界 比較有接觸啊 所以我們要先經過跟他們溝通 看我們是不是可以 用什麼管道 跟這些 軍方進一步溝通 把這個議題變得 不是對他們這麼生疏這樣 所以我們的 我們的目標是這樣子 這樣的話 因為 不久的將來 我們就已經拿到身份證了 所以 我們有這個身份證 如果這個身份證 有時可以 去美國有 簡便的手續去美國 甚至 免簽證 如果不用簽證 拿我們台灣 民政府身份證 去美國 如果可以 談判到 免簽證 那當然 這個對我們的 肯定是很大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做宣傳 讓我們 反過來再跟美軍 這邊溝通 那他們有這樣的idea 等到他們開會的時候 就不是怎麼生疏這樣 嗯 所以我覺得 一方面在實踐上的安排 這個時候 開始跟他們親自溝通 是非常好的時間 我們月底又要去日本 做一個拜訪和一個新聞活動 然後我們即將拿到身份證 所以我們有很多話題 可以跟他們談 然後 我們也有辦法告訴他們 我們做的事情是正當的 是 那個 如果美國又 給我們很好的待遇 對那個 Thank you 對那個身份證的 一個一個待遇 對嗎 我們又有 收到美國一個肯定 所以他必須 中文叫做刮目相看 看我們不是什麼奇奇怪怪的話題 因為這些人 看官方的資料看得太久 所以很多事情他們 他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跟 自衛隊也好 跟那個 美軍 開始展開這樣的溝通 那也很高興看到 他們自己本身都有溝通的管道 所以 所以 這個 這個 神奇奇先生 認識 這些人 其實 我們也很 我們 我們問他說 那你 日本的支隊 對 對那個 釣魚台 在損失的時候 你知道台灣的歷史 你不是比較好 跟 所謂 中華民國的這個官方溝通嗎 他說 他們基本上 不太知道台灣的歷史 所以你看 這樣 這樣不合理啊 如果他知道台灣 真正的歷史 那他要 跟台灣的 巡迴見 或是什麼 跟他們講 應該是更好解釋了 對不對 嗯 所以 可見這個 這個有一個 我們所謂的一個洞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洞 他們沒有正確的消息 那 當然 所謂正確的消息 不一定是 我們提出我們的版本 馬上就 接受 但是 我們不怕 因為我們是講法理嘛 所以 把我們的 歷史版本 你可以一層一層 到國防部 或者哪裡 尋求那個 確認嘛 啊 當你得到確認的時候 那你就知道 你在釣魚台 你在這些地方 你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地步 其實我們的觀念是 對於 所謂台灣當局 他的地理範圍 應該就是包括在 台灣關係法的那個地理範圍 台灣關係法就是 台灣澎湖嘛 所以其他島嶼 這個所謂台灣黨局 或是 目前是這個中華民國軍方 他應該是遠離啊 所以什麼南沙春島 什麼東沙春島 那些應該他沒有分 呃 釣魚台也沒有分 呃 所以 嗯 這個是 台灣當局 他應該是 按照那個 九金山合約 這些東西 也屬於美國軍方的吧 所以 這些 種種的消息 和觀念 我們 也應該 做一個適當的 教育的動作 但是現在可能經過 跟我們碰面 他們才比較願意聽 所以我先 我們先要跟那個 美國在東京大使館 呃 還有 其他美軍在 日本的這個 軍方聯絡處 要先跟這些人 先溝通 然後看 溝通到什麼程度 我們再翻過來 再進一步跟那個 第七艦隊的那個 隊長 我有他的名片 還有副隊長 我們說 OK 我們已經跟他們談到這裡 那現在時機的問題是什麼 呃 當然有的人說 這些人就是聽命令 最上面 軍方最上面是 還是 總統奧巴馬 對不對 但是 畢定 你這個話題 如果完全沒有人聽過 那你也不好講 是不是這樣 你很好的方法就是跟下面的人溝通 那等到 哪一天正式的會議上有這個話題提出來 這些人的接受度會比較高 所以我還是認為說 嗯 雖然 我們決策是在上面 是在歐巴馬 希臘勒這些 但是 你不能忽略跟下面的式子溝通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嗯 你不能 那我們 也是要跟我們的 官方溝通 那我們的官方 當然就影響美國的官方 來推動議題會比較快喔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等於說把包圍 這些話題 然後 推動美國來 那你看 因為林志生 這樣子 推行我們這個論述 已經很多年 所以 歐巴馬 也是派軍隊到澳洲去 對不對 可能是跟我們推行這個論述 直接有關係 我是這樣想 要把中國包圍起來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就開始 駐軍啊什麼那些 其實日本本來就有好幾萬個軍隊 你拍幾千個人到澳洲 這個 象徵性啊 就是看起來 比較有這麼一回事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不斷的 把這個中國給他包圍起來 當然我們不講 我們 美國官方不講包圍 我們就是說 我們反正 是 保障 太平洋地區的安全 就是這樣而已啊 也是可以說 反暴徒啊 總統啊 那 我們的部分當然 我們用日本的政界來 影響美國 那 他也跟他們說 那你 亞洲的動作應該怎麼樣 所以 我們很高興 這個日本的市議員 還有國會議員 願意出來跟我們談這個問題 我們也很高興 因為那個議長 那個市議會議長也有來 我想 他為了越理多交幾些人嘛 也應該是蠻不錯的嘛 我們這一次去 有 有這位先生 神奇奇會講日語嘛 他日本人嘛 那 再來我們 正知道 老先生跟我們去嘛 他會講日語 那其他的我們就 坐在旁邊 我們就很冷重的去 假裝 聽他們講這些 我們擺個樣子給他們看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主要是講華語 還有講 講這個英語 所以 我們就是擺出一個樣子給他們看 我們也在場 但是他們也很尊敬啊 所以 我就在想 他們願意 聽我們談這些 比較涉及外交的關係 可見 他們 作為一個市議員 他關心的話題 也蠻廣的啦 然後他那個辦公室 那個會議室 小會議室 他牆壁上也有 其他台灣團體的那些 傳單什麼的 他也問我們說 什麼證明啊 這個團體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就跟他們說 這個台灣證明 運動 這個也沒有錯 他就是要用台灣這個名字 他不要用 中華民國 他不要用 Chinese Taipei 這種 我說 我們說基本上 他的方向是對的 但是他沒有方法 他就是喊口號而已啊 啊那個 高金素媚也有傳單在那邊 呃 還有 其他的有比較強的一些 什麼西藏獨立啊 什麼台灣獨立這些 那這些 台灣的部分就覺得說 那他是喊口號對不對 他不是用一個什麼方法 他沒有一個法理的安排 啊我們是要按照法理去安排 因為 美國有一個海外的一個管轄區 像 波多里克 他參加奧運會 他就 名正言順用 波多里克 他不需要用 美俗 波多里克 島群 他 這麼 啰嗦的名字都不用 他就是 用他的本名啊 那為什麼我們要用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開始跟那個流亡的中國人 他們的關係啊 他們回到金門 馬族 他繼續用Chinese Taipei 對不對 或是 Chinese 金門 還是什麼 還是 他 本來是流亡到台灣 啊現在離開台灣 又流亡到金馬 那他可以雙流亡 Chinese Taipei 是不是我們 他要用這個名字 我們沒有意見 但是這個就很荒謬 我們台灣不需要用這個名字 我們就用台灣一個名稱這樣就 所以 讓那個日本人開始有這個觀念 那一旦有 有事情開始運作的時候 他們在司會 可以提出 馬上可以提出 我們支持他們 或是我們歡迎 這個民政府的人來參觀 還是我們現在 在組團到台灣拜訪這個民政府 其實這些都很有意義喔 這些很有意義 旁邊的人 有的是看我們說 你搞這些 在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說 嗯 我們裡面的智囊團 我們民政府的智囊團 就是 中央決策委員會啊 他們提出來這樣一個想法 展開跟日本 全面溝通 全面溝通 順便 跟美軍在日本 日本智慧隊 這些全面溝通 其實 這個用意也非常好耶 嗯 因為我以前 我跑 在很早期的時候 我是為 在台灣的外籍配偶 在跑很多政府官 官員的辦公室 很多單位來爭取 我們一些權力 那個差不多是 1994年 1983年開始 83年開始 我們做這個事情 嗯 那個時候 我也感覺到 你就算去立委的辦公室 他想支持你什麼什麼 但是如果他裡面的那個 辦公的人員 如果他不想做 你 你也差不多不能做 所以你要能夠跟那個 基層的 你要說服他們說 你的議題是應該做的 你的議題是正當的 你的議題是值得推的 你才推得開 那如果奧巴馬下個命令 啊這些人都沒有準備 欸 心不甘情不願 為什麼要配合什麼民政府 什麼 喔這些人有來喔 這些人有跟我們敬一杯 欸這些人很好啊 啊 那我們馬上派個軍隊過去 幫忙把ROC送到金馬去 欸這個也好啊 對不對 他們知道在做什麼 啊 所以 這個全面溝通 我還是覺得 我還是覺得是好了 這個 你是希望說 我們的論述 既然是對的 可以 繼續往前走 往前走 就是好像拿著一把劍 或是拿著一個火把 我們就可以繼續往前走 但是 歷史上 我們看到很多人 推動議題 還不是被 有權利的人士 達到 18層 監獄 好多年 才能有一天人家終於說 喔原來你講的是對的 喔 這種歷史 的故事很多 你就想到 五六百年前的那個可白尼 他只是講說 呃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就是一個行星 他是繞著這個 太陽 喔 這個手這個 教宗對他非常的生氣 所以 這樣的說法 不符合聖經 你今天問哪一個牧師 你說 你告訴我哪一條 是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都不知道 那個時候對聖經有一個 標準的解釋 他的解釋是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你要唱別的歌 給你判刑 意圖推翻政府 對不對 因為這是我們標準的 對 整個世界的解釋的這個 版本 你不能說別的 所以 我們今天做的事情 你說跟他一起來 有時候 也都是感覺一樣 因為人家的接受度在哪裡 不要說 藍營 不喜歡 很多藍營 不喜歡我們論述 當然 有一部分藍營 早期林志森就說 有了那個藍營 藍色的 國民黨的 清兵黨的 他過來就罵那個林志森 就說 你為什麼要推這個論述 你不早講 我花了好多錢才買到美國護照 你現在才講 我等你就好了 我不需要這麼囉嗦 小孩子移民過來移民過去 林志森真的說 不好意思 綠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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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堅持他的台獨理論 他的反對聲音也很大 但是 既然 聯合國安理會 裡面有 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有否決權 所以 你台灣要進入聯合國 我有一次 問那個統計學的教授 啊 這樣條件台灣進入聯合國會員 他有幫我算一下 他算出來結果是0.00 我說跟我算的一樣耶 他是統計學博士耶 我是 數學是差不多 只有國中程度耶 我們算的結果一樣 那就不錯耶 但是那個台獨 哦 不會啊 我們成功在旺 我說你所謂成功啊 是到海外的高級旅館 吃喝玩樂 這個 隨時每一年再往 你募很多款 哦 我們錢花掉了 哦 明年一定會看到成果 這個 這首歌唱了20年 我只看你腰圍越來越粗啊 但是沒有看到你議題 有什麼進展 所以啊 我們就跟他們講真話 他們聽不進去 那現在蔡英文已經沒有在講這些 他什麼時候在說什麼台灣獨立 網路上說蔡英文 如果當選就台灣有可能獨立 他是做夢 阿扁都做不到耶 阿扁 他整個歷史的過程 敞掉台獨的 絕對比蔡英文還要 積極啊 阿他就說做不到耶 問題是什麼 體制內 體制內做不到耶 所以你一定要跑體制外 阿他們不願意 他 他認為搞體制內的 體制內的就 沒有機會 他一旦算是 解釋人 從他的過去 所作所為 他有勇氣去推翻這個嗎 如果他要推翻這個 他必須跟我們研究 因為你要推翻這個 就像美國以前講過了 他說你要憲法改革可以 不要談到主權問題 哈哈 這個遊戲的規矩誰在定 阿你還敢說你主權獨立 你每一次要做什麼 美國說 No 不可以 不行 那 碰到敏感問題 領土範圍不要談 宣布獨立成為獨立題不要談 好 那遊戲規矩直接在定 那美國有跟他講說 你要不聽 好你不聽看看 我絕對有辦法制裁你 阿扁就鎖到他的烏龜殼裡面 不敢動啊 那蔡英文有阿扁的勇氣嗎 阿扁是個男人 他有當過兵耶 蔡英文有做什麼 做在他的漂亮的辦公室 每天有人端茶給他喝 他有多少個勇氣 不要做夢 所以 他就帶著中華民國繼續走 他們已經派人去跟中國溝通了 他們已經派人去跟中國就說 反正我們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 文字遊戲嘛 沒有意義嘛 反正很多報紙都說 中國將來這個金融危機出來的時候 連環倒閉很多銀行 他的問題才到了 你要參加他那個 漩渦嗎 你要受到他的影響啊 我還是靠著我們跟第七艦隊的關係 我們把這個海峽封鎖 你是你 我是我 你的難民也不要過來 對不對 我容納不下 你如果要游到哪裡 你游到美國東海岸 華盛頓DC那邊 你直接想聯邦政府申請政治庇護 我這邊 美國的關下地 我不單獨處理 政治庇護或者難民問題 你去找那個 美國華盛頓DC 好謝謝各位再見 我們是跟他這樣說啊 我們以前也常常跟 台獨大佬這樣談這個問題 中國將來這些問題 一年給你 中國人口 十幾億 那小數目好了 一年給你一千萬個難民 那你作為主權獨立的國家 一定要有政治庇護的政策 難民的政策 那請問你怎麼處理 一千萬個難民要來到台灣 他說沒辦法處理 他說沒辦法處理 我說那沒辦法處理 就沒辦法獨立 你沒有辦法做 你無法負擔 國際社會所要求你負擔的 義務耶 所以不要做夢 你還是在 現階段 你還是要做一個美國海外的一個 保留區 一個 自治區啊 把這些難題 丟到美國聯邦政府主理 你自己不要碰 這樣就很好做啊 他們聽一聽但是 聽不進去 繼續唱他的歌 因為他唱他的歌 他可以有吃有喝 隨時開高級宴會 你沒有看到那些 台獨或是APA的那些 台灣公共事務什麼委員會 每一年的年會 哇哦 他吃了那個龍蝦 吃了那個高級 烏魚子什麼 哇哦我看起來 哇好好吃啊 但是我不喜歡這樣 我喜歡先談議題再談吃啊 啊因為他唱 這個老調唱很多年沒有進展 所以他先談吃再談議題啊 所以沒有進展 我們到哪裡去 就像我們去高雄去哪裡出差 我們去台東 大家說哦 請吃 請吃個大的宴會 我們都說不要 吃便當 吃便當就好 不需要重視那個吃 我們重視的議題的推開 所以你看 我們在日本也都是吃得最簡單的 當然日本最簡單的也是 起碼有1000塊日幣啊 但是那也算很簡單 我們就是盡量吃簡單的 然後該 跟鞋開會跟 推動什麼就跟他們開 這一次也 我們也沒有特別請他們什麼課 啊我們最後參加 4月3日參加美軍那個練習會 那個本身就是有自助餐之類的 大家一起在那裡吃一點點東西 然後怎麼樣展開這個話題 每個人就看到我們台灣民政府 台灣civil government 啊就會問說那你做什麼 啊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們開始跟他們溝通 台灣有另外一個政府 是比較符合法理 來建立的 OK 所以 我就跟那個 Sinkichi先生我跟他講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跟美軍在 日本的這個聯絡人員 我們先跟他們談什麼 我的想法是 先 先 先談 嗯 在台灣的這個 增兵問題 對不對 因為你 我是想先跟他們溝通 這個增兵問題 因為 我們 在這個秋天 美國有開兩三個公聽會嘛 美國那個國會嘛 外交委員會 主辦嘛 外交委員會 美國的外交委員會主席是 Florida Joe來的嘛 他 開了兩三個公聽會 都在討論 要賣那個武器給台灣種種 那台灣關係法 有提到 台灣 人民的人權 是我們 美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 這兩個情形 就是說 你有一個 中華民國的軍方在這裡 他在增兵 那不管你看 台灣關係法 究竟三合約 美國總統是發佈 有關台灣的行政命令 其他這個雷根 六個決議 克林頓三部政策 你看 中美三個公報 一個中國政策 你所有這個官方立場的東西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是允許 一個所謂 中華民國的單位 在台灣 增兵 沒有啊 增兵 是 是 一個國家的 一個 主權國家的行為 你已經說他不是主權國家 那我們要請問 到底他增兵 的法理在哪裡 我們的人權 我們台灣人的人權 你說要保障 我被增兵沒有法理 難道沒有破壞我們台灣人的人權 這是很嚴重啊 這個問題不能解決 所有的武器全部停 全部stop 這個問題先搞清楚 怎麼會有一個所謂ROC軍方在這裡 他的法理在哪裡 這個問題先完 所以我跟這個 金吉吉先生 我就是說 Moratorium Moratorium on Sales of Military Equipment to Taiwan 他馬上聽懂 可見他的英文不錯 他說 他說 Moratorium on Sales of Military Equipment to Taiwan 這個字不是很普通的 就是說 就是 船面就是 戰艇嘛 船面戰艇 賣這個武器給台灣 船面 戰是stop 戰是stop 一直到 你某一個條件符合 一直在開始 他馬上懂 所以覺得 嗯 這個人好 他流音也不是百流的 所以 我們可以跟這樣的人溝通 我們的訴求 那就真的好多了 因為 我們要寫英文信 給這些軍方什麼的 那他可以先看 覺得我們這樣寫合不合理 因為你剛開始要寫得太尖銳 但是你要把問題提出來 如果這些 美國的軍方可以往上提問題 美國回答 那我們就得了 因為我們自己寫心去 就得不到回答嘛 你們有看網路 現在網路 那個美國網路很可怕 他做廣告嘛 他說 你有什麼議題嗎 你的小鎮 要蓋個橋嗎 你的小鎮 要什麼 弄個 擴大你的飛機場嗎 你要做這個這個 這個 那你一定要 美國國會的 這個幫忙嗎 好 我提供這個服務給你 你給我 你基本的 構想 我們幫你寫兩頁 漂亮的信函 然後寄給 所有美國國會議員 快 快遞嘛 啊 我們就送你 四十九塊九毛五 那你看到這個廣告 我就知道完了 這麼多人會 做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每天那個 國會議員的辦公室的 信件堆擠如山 那沒有時間看嘛 因為已經有公司 在做這個事情 隨便你一個議題 他就可以 五十塊美金 就可以寄給 四百多個國會議員 那我們台灣人的訴求 什麼時候 他會注意到 這個很頭痛 所以 光寫信給他們 一定是 沒有用的 我們要用別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 就是用那個 海外的那些官員 像日本官員 跟美國有結束 要不然他的 他的高級軍官 他們直接把這些問題 丟上去 那可能要回答 嗯 這個方法我覺得好 所以我們可以 達到幾個目的 一方面 叫他們台灣正確的歷史 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 是什麼 然後 因為他們跟台灣有關係 他當然希望 東南亞 台灣 台灣日本 社會 整個一連串的這些 地理的 一定要維持一個和平 那我說你要維持一個和平 你要了解 每一個地方的歷史啊 你不能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問那個 日本人 我說 因為尤其這個 先去一些 太遷在 也做 非洲一些國家的那個 顧問 跟日本之間的 政府之間的顧問 我就說 那你那個小國家 像 像 Gambia Gambia一直有 跟中華民國有 有一些外交關係 那像 Gambia 你說你 民主選舉 但是你用 Nigeria的憲法 那你說合法嗎 我說這個就是 今天台灣的問題啊 你說在台灣 舉辦一個民主選舉 問題是你用的 不是台灣憲法 你用的是中國憲法 台灣從來沒有 正式併入中國 你第四條有規定啊 必須有什麼 國會必須有表決通過 有通過嗎 沒有 1945年 4月25日 日本投降 台灣有併入中國嗎 沒有任何聯軍 有這樣的看法 美國的外交手冊 有說 沒有啊 那是投降而已 那是人民的問題 那是人民的問題 不是領土的問題 1945年 10月25日 是處理人民的問題 不是處理領土的問題 所以你台灣 教科書教的是一種 幻想石啊 蔣介石幻想石啊 不是真的歷史耶 對不對 所以你台灣說穿的 也沒有併入中國的領土 那怎麼會用中國的憲法在這裡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選舉可以停了吧 對不對 所以我去這個歷史 非洲的歷史 他也馬上聽懂 嗯 嗯嗯嗯 gü favor 嗯很恐怖 所以 這樣的例子 他可以了解 他會 這幾個禮拜 幫我們繼續 跟這個 政府官員溝通 所以他對我們 真的是 有很大的幫助 還好就是 早期 三年 半以前 我們在 台灣有碰到 這些學者 然後跟他們講一講 他說 當初我們跟他講 他差不多可以聽懂 因為這個論述不是說最簡單的 他是有一點深度耶 但是他說他差不多可以講 可以聽懂 所以他回去也繼續研究 然後看我們的網站的資料種種 所以他可以了解 我們這樣一個深度的一個論述這樣 所以我想我們有幾個這樣的日本朋友 也是很不錯 他有一天喔 一天早上我們那個 我們回到東京的時候 因為大阪離東京 日本人就說 喔 日本人就說 我說大阪到東京 我沒有詳細的看地圖 沒有概念 他說一小段火車 他說一小段火車 喔那好一小段火車 所以我們做了新幹線 等於高鐵對不對 三個多小時 對不對 但是其實你打開讀一看 也是一小段 也是對日本來說一小段 喔 下來以後 然後我們旅館什麼的 然後他 第二天帶我們去看一個老先生 那個老先生 不 其實他看起來不是很老 不過 他穿的衣服很 體面西裝什麼的 可能說起來也 可能大概有七十 七十歲左右 那個人是一個畫家 我在想我們拜訪一個畫家 我們也不是來日本拜訪畫家 這個 不過反正禮貌上 他要我陪我爬去就可以 結果什麼 我們出來才比較開始了解這個故事 那個人齁 那個畫家的 的祖父 曾經在台灣是日本總督 所以他這個家族跟日本 有很接近的關係 然後他說 喔 還有 這位先生 我們出來的時候 他跟我們講 這位先生小時候的小學同學 是今天日本天皇 他們有 我說 那我們問說 他們有常常聯絡嗎 他說每一個禮拜都有聯絡 每一個禮拜都有碰面 那我想一想 嗯 這樣的關係對我們也有好處啊 所以我們去拜訪 這位先生也很好啊 他可以看一方面 我們是 我們是很文明的 對不對 我們也不是什麼暴徒啊 我們也推動這個台灣民政府 然後希望 是不是那個月底就是 至少天皇看到我們做這個事情 他可以 給我們點個頭 或是 如果派一個代表 他可以接見他也好啊 所以這個事情 都是在安排中欸 欸 所以我們這次去 這個議會有很多層啊 很多層他會幫我們安排看看 是不是 那 如果能跟天皇碰面拍個照什麼的 那以後你碰到每一個日本官員 喔每一個人就畢宮畢竟啊 因為他們一輩子也沒機會啊 對不對 他們很想也這樣子 啊你都有辦法 那你就表示 你這個人跟雷特國秘書長差不多同等級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一步一步再安排 怎麼跟這些人 談好事情 然後把民政府的這個議題怎麼推怎麼推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一個開始 很好一個一個全部的步驟 接下來也跟美軍溝通 進一步跟國防部溝通 我們是常常跟國防部聯絡 但是希望他比較更積極的在做這個事情 對不對 所以我們跟他們說 我跟幾個那個自衛隊的我說 其實啊 台灣應該屬於美軍在這裡 他說 我不太了解這樣的一個說法 說好那我們會寄資料給你 所以可見 他們對這個歷史也不了解 每一個地方 我看到日本那個 有一個國會醫院辦公室 他有一個日本地圖耶 他有一個日本地圖 我看他那個地圖 他們那個地圖 他那個韓國外海的那個獨島 他那邊日本地圖就寫 韓國不法佔領子獨島 他印上去喔不是寫的 是印上去喔 對不對 所以他們對那些小島也有他的主張 但是 那個北方四島他也是有畫線說 蘇聯 蘇聯佔據日本國土 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們論述也是認為 日本北方四島也應該是屬於日本的 應該還給他們 沒有過戶給蘇聯的 那個和平條約沒有給他們的 所以你看 和平條約 隨便幾個字 你想很輕便的把它帶過去 你隨便寫幾個字 接下來人家爭論60年 其實 你這樣的和約 如果你是老師你要給他幾分對不對 寫不清楚是製造國際問題耶 人家爭論舊金山和平條約 爭論60年 還在爭啊 今天意見紛紛 那這樣寫合約 本來的想法是要解決問題 你有解決問題 反而你造成更大的問題 你要寫得更清楚 1952年 你應該寫 沒有簽署本約的 對於裡面所處理領土 完全沒有份 包括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於本約所處理領土 沒有份 對不對 他有一個第26條是說 沒有簽署國 對這裡所處理的領土 不能有什麼主張 那你就知道中華民國認為說 我1945年10月25已經光復了 我不需要什麼主張啊 他馬上給你扭曲有沒有 所以 那個合約 對他們 就是 就是 隨便他去忽略掉了 然後他的 很麻煩你 而且應該應該 應該 這個 一般命令第一號 也應該寫清楚 這個是占領行為 反正你看 一般命令第一號 是處理人民 沒有處理領土啊 這麼領土是條約來處理的 所以為了這些問題 那以前在台灣 你要說 什麼什麼 究竟三合約 怎麼樣 就給你送到監獄幾年 慢慢研究吧 這樣也不是一個合理的方式吧 所以現在 已經發展到某一個民族的程度 但是還是 跟國際間 查一集啊 我太太認識一個銀行經理 我不要說那個 哪一個銀行 她很年輕啊 她本來在高雄什麼 調到台北啊 她留美的 她在美國 學什麼 財經啊 學了三五年 她說 他們也 早期記不記得 留學生要去美國的時候 也有一個 幾天的獎席啊 他們會跟他們幾天的獎席 喔 你不要被那個 統派的人 騙啊 以前是 教他們這個 那今天才講什麼 我不知道 現在 你都要投靠中共 啊 以前你就告訴人家 不要被同派騙了 然後他們 他一到美國去 他到哪一個州 一個小州啊 他去念那個什麼 州立大學 啊 他們被訓練的 口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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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家問你來自哪裡 我來自民主的台灣 他就這樣回答 I come from the democratic country of Taiwan 很奇怪的 他教授在談那個政治的時候 他列出來那個世界上啊 非民主的國家 他說他小一跳 台灣跟北韓是 列在一起耶 他說他去美國留學是這樣子 阿教授 他就說 他就說 抗議 我來自民主的台灣 阿老師說 那個時候 戒嚴什麼的 你有可以選國議員 不可以 你有選市議員 不行 你有民選總統 不可以 你可以這樣這樣 問出來七八個東西 不行 那時候你跟北韓一樣 啊 那個人說 怎麼可能 我們沒有選舉 但是我們是很民主的 對不對 他說你不知道而已啊 所以你看教育 教育 他後來在美國一兩年才慢慢開始 感覺他被騙了 從小被騙了 怎麼會這樣呢 阿 那你 你 有沒有過一個雙十國慶 有 那 或是一個 一個什麼國慶對不對 有 好 那你是不是拿 所有的武器拿去展覽 有 對不對 給大家看 我們都厲害 那 美國 比你弱還是比你強 美國可能比較強 那美國有把武器拿出來展覽嗎 在 7月4日美國國慶 美國把武器每一條街 沒有啊 阿為什麼沒有 因為你有那個力量 你需要展覽嗎 你沒有那個力量 打眾年窗胖子 你當然要拿出來展覽 是不是這樣 你跟北韓一樣 喔怎麼會這樣 你們 總統 要過生日 你學生 要不要休假一個月來 練習一個表演 有 我們台灣 有 阿北韓也有 阿其他的國家 你們有嗎 沒有人舉手耶 你跟北韓一樣啊 我來自民族的台灣 你看洗腦可以洗到這個程度 他說 他說 他都不知道耶 但是後來他回家 每天晚上再檢討檢討 後來把那個北韓的書拿出來看 跟我們很像 他是集權 我們是民族 所以你看 很多人 都不知道他生活在哪裡 也不知道 他 政府在做什麼 也不知道怎麼樣 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這次去日本 就是要 做這樣的溝通 讓大家都知道 見證的故事是什麼 未來正確的方向是什麼 好我們第一個小時 先講到這裡 再休息幾分鐘 再繼續